YO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美國一代傑出戰車 M22 盧克斯 這輛迷你小車在遊戲中可是擁有不可小覷的地位 但是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還沒訂閱的幫我訂閱一波 按讚你喜歡的影片 讓我們回到歷史洪流之中 在1941年晚期 英國軍方希望可以研發一款可以空降 或是用滑翔機來攜帶的迷你戰車 在當時英國的滑翔機可以裝載5.5噸重的裝甲車 飛行大約300-350英里的距離 雖然原本就已經有可以升任這個任務的Mk2Touchers 但是這也只是這車剛好塞的進去 這車並不是原本設計拿來空降使用 所以軍方還是希望可以有真的空降戰車來用 有趣的是當美國軍方接下這個案子時 對這輛車的要求除了空降之外 其他的要求也不低 包含需要有40-50米的正面裝甲 37毫米的主炮 高達64公里的時速 以及320公里的作戰半徑 大量的研發時間和資源被分配到這個專案中 終於在1943年推出了M22輕型戰車 然而軍方還是發現了許多問題 首先這輛車並不能空投 不是 那你之前設定這麼高的要求是設定好玩的嗎 好 那不能空投 總可以用滑翔機運載吧 可以是可以 但是只有在滑翔機在機場降落之後 才能卸載M22並進入戰鬥中 那這樣基本上就沒有空降的意義了 對英國的空降作戰來說 大部分的情況都需要滑翔機降落在很不起眼的農田中 達到出奇不易的效果 那你都需要正式的機場 哪裡還要出奇不易呢 那講完了荒謬的歷史 讓我們回到遊戲中 火力上來說相對比較吃力一些 主要原因是相較於其他盟軍車輛 這輛車完全沒有早期的火炮穩定儀 所以在正面對戰的情況下 反應會比別人慢一拍 其裝備的M6火炮 有玩過斯圖阿特的朋友們應該不會陌生 穿身最高也是最好用的P帽穿甲彈 穿身來到87毫米 就算是白板彈藥也有79毫米 雖然不是很出色 但是當你配合你變態的機動性時 打敵人側面可以說是非常輕鬆的 這輛車的機動性可以說是美國線的速度擔當 你常常會看到在高階場還是有M22先跑去搶點 然後馬上出阿帕契的神奇場景 由此可知 它的機動性可以說是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 這輛車的速度快到基本上在各個分房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可以說是美國線的傑出戰車 與神奇的M18地獄貓有著一樣的地位 不管是加速度 急速 車體轉向 而後退速度都非常非常的靈活 在機動性方面完全沒有可以被抱怨的地方 裝甲來說 全車大約只有25到30毫米的裝甲 再加上車體非常小 好處是不容易被發現 但是壞處就是炮彈的破片 可以有效的打擊車內的所有東西 整體的防禦力以輕型戰車來說都是非常的差勁 總結來說 M22基本上可以適應所有輕型戰車的戰術 不管是在戰鬥早期推到地圖的核心戰鬥區域歸點 或是在地圖邊緣遊走 也可以跟隨主力部隊打側襲 可以說是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是一台非常歡樂的小車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Rollins Rolli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